伊斯利炸了伊朗本土 中东大战会爆发吗 为什么美国妥协都没有用 又为什么说这更加凸显了中国的大智慧 先说个事 伊斯利的导弹炸了伊朗本土 大家都看新闻了 19号凌晨 伊朗老百姓还在睡觉 然后伊斯法汉省的谢卡里空军基地 还有伊斯法汉机场上空就传来了爆炸声 伊朗方面说 防空部队拦下了大概五个目标 地面没有发生爆炸 这只是轻微袭击 附近的办公楼玻璃碎了 没有太大的损失 不过伊朗多个省份已经启动了防空系统 美国广播公司还报道了 有名美国官员向他们证实了 伊斯利确实发射了导弹 击击伊朗境内 怎么看这个事呢 伊斯法汉是伊朗的军事重地 这里有伊朗的重水核设施 还有伊朗的无人机军工厂 尤其是核设施 比如有浓缩机构 一旦被导弹打击 造成了核泄漏 情况就非常严重了 所以要搞清楚 伊斯利对这里发射导弹到底想要达成什么目的 是单纯的面子上过不去 想要找回厂子 还是出于战略考虑 想要把伊朗拖下水 进一步逼美国下场 要是前一种那事情就还在可控范围内 无非是伊朗和伊斯利亚双方打个墨基赛 你炸我一下 我炸你一下 大家都炸泪了 然后就停了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一一双方现在都被国内架在梁上了 必须要对国内有个交代 大家关注加沙局势的时候是不是会认为 内塔尼亚湖太极端了 但其实在伊斯利国内他还只是个中右派 还有极端右派经常说他做的还不够 必须要对巴勒斯坦更加激进 比如大家都听过呢 叫嚣要向加沙扔核弹 而如果是第二种情况 那局势就很危险了 义军之前想进攻拉法 美国不同意 多次明确表态反对 但就在前两天新阿拉伯人报报道 美国为了安抚伊斯利 只要伊斯利不大规模报复伊朗 就同意义军进攻拉法 美国都对伊斯利脱协了 结果还是没拦住他们的报复行动 这说明了美国已经彻底摁不住这个小弟了 更控制不住中东的局势了 这样一来中东爆发大战的风险就会无限升高 而且随着内塔尼亚湖政府在国内面临的局面越来越恶劣 保不准他们就会做出更加激进的事情 比如直接攻击伊朗的核设施 彻底引爆中东大战 到时候美国就被逼到了墙角 无路可选 其次从这件事中看美国的盟友战略 美国和这个结盟和那个结盟 搞了一大堆小圈子 虽然有时候这种结盟战略给美国带来了一些好处 但这同样也把美国束缚在了盟友的利益考量之下 就像这次的八一冲突和美国本来的战略不相符 美国压根就不想管 但还是被一步步卷入了进去 而且有可能会越陷越深 和美国相反 中国坚持不结盟政策强调独立自主 即避免了陷入军事对抗之中 给中国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也保持了外交上的灵活性 让中国和世界各国都能广交朋友 可以说是高瞻援助 而这次的事情无疑更加凸显了中国的这种大智慧了 好 这些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天下观众我们下期再见